今天是2022年9月13日星期二 视频的开头我们先看几个榜到的情况 周深的新歌花开忘忧 目前依旧是腾讯音乐由你榜实施榜的第一名 但目前还没有到绝对的安全区 喜欢这首歌曲的小伙伴可以继续助力 另外歌曲花开忘忧 还在QQ音乐新歌榜中上升了一位 位列新歌榜日榜榜到的第二名 而在QQ音乐流行指数榜中 这首歌曲是连续第二天位列流行指数榜日榜冠军 恭喜周深 除了油你榜周深的另外一首歌曲光亮 在第29届东方风云榜十大竞取票响中 流票数已经突破了600万 实力惊人 从目前来看 歌曲光亮入围歌曲30强已经毫无悬念 因此也有小伙伴留言给小编 希望也鼓励大家投票周深的另外一首歌曲 中国加油歌 这首歌曲目前排名第13位 感兴趣的小伙伴可以投票了 接下来我们要看的是周深8月份在海外的热度分析 首先先看一下美国 无论是中文搜索周深还是英文周深 8月份的第一个热度峰值是在8月3日到8月5日 这几天有三大事件 央视七夕晚会 新歌后来没有你 以及首呼客串电影 我们的样子像进了爱情正式热映 8月份的第二个热度峰值是8月17日到8月19日 这几天有两大事件 新歌相光而行和818晚会 8月份的第三个热度峰值 也是整个8月份的最顶峰 是在8月25日左右 这几天有两大事件 宝可梦25周年曲可梦MV发布 另一个是东方风云榜十大金曲 第一阶段票选结束 周深拿下阶段冠军 同时第二阶段的票选开始 海外粉丝集体踊跃投票 这三大峰值同样也适应于全球范围内 只不过在全球范围来看 周深的热度更加显得平稳 而且热度普遍高涨 除了大中华地区 周深8月份最热的国家 是新加坡 对于周深的全球热度 你有什么看法呢 欢迎留言评论 同时欢迎订阅我们 每日都有见证明星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未amin 에当然 未谈尔检查 sealed阁明镜需要你 优优党 在谁的均立至少 零